以利高禄这张新专辑采取独立制作 他在线上募资用大家的力量一起完成新作品 只要你支持这个募资计划 他就回馈限量的亲手种植的稻米 还有手工烟熏的菲鱼干 他甚至带你去他的家来个南澳生活一日游 这个活动才推出两三天的时间 就迅速的超过了募资进度 知名音乐人马世芳盛赞 以利高禄是他心中当今台湾最值得珍惜的声音 以利高禄是音乐募资频道 Freebird的首位合作歌手 这个募资平台让歌迷成为音乐人 独立创作的背后坚实的后盾 我以前都没有想过说 粉丝可以直接参与这张专辑 因为我们都是通过那个长篇公司 那这次呢就是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实验 看看就是我到底有没有粉丝愿意 以利高禄的新专辑是音乐募资频道 Freebird的第一个案子 事件经过反复的讨论跟沟通 以利高禄也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回馈方式 所以一上线就获得歌迷的支持 很快达成募资目标 概念上让他们了解说 募资其实反而是一个机会 让歌迷可以亲近你 因为他平常只能买专辑 或看你表演 可是他没有机会接近你 那募资其实你可以把它弄得很丰富 由闪灵乐团主唱Freddy主导的Freebird频道 与群众募资平台Flying V合作 整合音乐界需求跟过去的募资经验 打造专属频道 耿路说包括出专辑 拍MV或者像出国演出 邀请国外团体等不同的创意 只要跟音乐有关 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寻求集资 其实国外毕竟是 比较领先在台湾前面 那他们已经有很多音乐人 开始在尝试这件事情 那过去音乐产业 其实被数位化的工具改变了很多次 那看起来群众募资 似乎是他们下一个想尝试的东西 那我们 因为我们Flying V的 过去的诚意来说 我们观察到很有趣的事实是 音乐类的平均每笔资助金额是 1800元 对 所以它是比平台 其他类别来的要高的 Freebird的音乐频道 要让音乐像自由飞鸟一样 有无限的可能性 让音乐人跟歌迷一起 完成创意梦想